8月5日消息,据意大利转会成为专家迪玛吉奥和清空体育记者斯蒂法诺消息,马尔迪尼即将回归AC米兰担任执行副主席,新赛季与技术总监莱昂纳多一同合作,并领导新的俱乐部管理层。 马尔迪尼即将回归,据意大利天空体育记者巴比迪斯蒂法诺消息,前米兰传奇队长马尔迪尼将会回到俱乐部任职,可能最快当地时间今天就会官宣。 而意大利足球专家迪玛吉奥表示,马尔迪尼现在已非常接近,回归AC米兰并担任管理层领导职位,新赛季马尔迪尼将与技术总监莱昂纳多,主帅家图索一同组成俱乐部核心管理层。 马尔迪尼今年6月刚度过50岁生育,职业生涯24年的时间里,马尔迪尼从未离开过AC米兰,但自从2009年5月退役已经过去,了整整9个年头。 其间马尔迪尼曾多次和俱乐部高层探讨过回归的可能性,最终在美国投资邦代表埃利奥特和莱昂纳多,但努力下成为了现实,去意大利网游报透露,米兰传奇马尔迪尼可能会回归俱乐部担任执行副主席,而不是体育总监,因为后者需要接受相关贺程后获的证书。 将担任执行副主席指的议题的是,马尔迪尼今天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健身图,红色被新疆黑色短裤,标准的米兰红黑搭配,他也在个人INS上骄傲的表示,红黑色,我的最爱,马队左臂上早就纹上了一个对长袖标的黑色纹身,也是表达对于米兰的忠诚。 马队据说马尔迪尼本次的回归,是新乐队有莱昂纳多的历见,与莱昂纳多时的议题的是,此前半人求行,这罗曾在弗罗里达奥与马尔迪尼,两人同样赤裸上身,50岁的马尔迪尼在秀身材,一身的肌肉并未因为退役多年而有太多变化,这就是自律的马队,与这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